我們看律儀式 他說一個圓形線圈 半徑是R 有磁場離垂直 通過磁線圈的圈面 我假設進去的好了 若小跟小D都大於0 那時間T是長 T是時間 在下類情況下 關於 RB是常數 在下類情況下 關於線圈所生 感應電動是X隆序 錯誤的是哪些 我們看A選項 大家選錯誤的 如果這個R 就是半徑 是以R等於小RT的2分之1 又擴張 半徑會擴張 方式增加 磁場也會改變 磁場是VT 以VT的形式改變 那麼它的X隆 就是感應電動式 是不是等於0 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磁通量 我們假設進去是正的 等於VX 就等於VT 面積的 面積是PiR平方 小RT 2分之1的平方 這個等於多少呢 這個是等於長數VPiT平方 所以它的感應電動式 是H隆 是-D5DT 就等於說 PiVR平方 再乘以2T 不等於0 所以A這個選項是錯的 按照我們看V V這個選項 如果它說R 如果它說R 它呢 T的2分之1次方呢 1分之1的方式縮小 那B齁 磁場是以VT的增加 好 那麼S隆 它說 順勢會等於 VPiR平方B 不過只是代表方向而已 好 那我們看看 這個方式等於多少 等於 V V是VT 那乘以PiR平方 PiR平方 T的2分之1分之小R平方 那T的2分之1的 次方的平方 這個就是T 這個可以別掉 所以這是一個常數 VPiR平方 好 所以你給它呢 取變化率 X隆是等於 F D5DT 這個是等於0 所以它感應電動是等於0 不是這個 所以V這個選項也是錯的 放開C這個選項 這個選項是說 如果R 是以 小RT的2分之1側方的增加 那B 是以 T分之1 小D的方式減少 那麼呢 它的這個感應電動是 X隆 會不會等於 QiR平方B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 磁通量是等於多少呢 你看 就是B 乘以面積 B的話 T分之B 那面積是 PiR平方 R平方 它再乘以T的一次方 約掉 就等於 Pi B R平方 好 那感應電動式就等於0 X隆是等於 Q的 D Pi DT 這個等於0 不是 Q Pi R 所以C也是錯的 好 再來我們看D D D他說R如果保持不變 那B的話 以VT的形式增加 那這樣他的這個 他問 問說 這個感應電動式會不會等於 QiR平方B 好 那我們來看 這個磁通量 這等於 這個 B 乘以S B的話是VT 它乘以面積是 PiR平方 那我給他這樣 會分 這就是 取變化率 磁通量對時間 變化率 我加個負號 這個 時間一次方對時間 我也會拿到這 沒有 所以是 QPi QBPiR平方 跟這個是一樣的 所以這選項是對的 但是他選錯的 所以應該選A B跟C 應該選ABC 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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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 BP